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间的表现应该算还不错 因为这个礼拜有228的假期 通常在那种廉价之前 我们会发现到过去都会这样子 就是可能会有些卖压出现 但是你会发现到台北股市今天就算跌 也只有跌54点而已 那现在整个指数几乎快来到平盘了 对不对 那最近这几天指数涨多了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指数是涨多了 从之前10月份涨到这个地方有3000点 但是虽然涨多不代表说 这个盘它一定要跌 你看有228假期又涨那么多了 照理说这个盘应该会有些压力出现 可是震荡没有那么的大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 董事长你仔细看 我昨天有跟各位讲过 这个礼拜的盘怎么看 我昨天有跟他讲 这个礼拜的盘有两个重点 本座会强势整理 然后轮动加快 对不对 轮动的部分我们待会再来说 为什么我跟他讲说 有228假期又涨那么多了 可是我会跟他讲说 这里是强势整理 原因到底在哪里 好我们来仔细看 说起实话 盘要不要点你还要去看外资的脸色 前几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外资的期货仓位 从结算完之后他多单一路增加 来到15936口 我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我跟他讲 多单还在增加 来到17490口 对不对 好 昨天收完盘之后 外资的期货仓位还是在增加 增加300多口 没有说增加非常多 但是也看得出来 外资不太愿意去乱追高 但是现在来到17823口 对不对 一年来的高点在19200多口 那现在没有差多少 没有差多少 你仔细想一下 期货才刚结算 外资多滩那一直在往上增加 那我问你啊 这盘你要怎么点 点下来外资再来杀自己 那不可能啊 所以你会发现到 台北股市是不是强势整理 对不对 今天礼拜二嘛 后面还是强势整理 稍微有震荡都是合理的 可是呢这样的盘 我们跟大家讲说 多头没有结束 为什么多头没有结束 你仔细看啊 昨天美国股市是修市了 修市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欧洲股市是有开盘的 可是呢欧洲股市 有没有让你看到大点 这一波啊 多头指标在欧洲股市 德国股市 小跌个0.1%了 法国股市最近创新高了 昨天也没什么跌啊 就横在这里啊 并没有说涨多就一定要大点嘛 对不对 好 那当然了最近美股呢 是因为很多经济数据蛮奇怪的 我跟他讲说你看 什么CPI PPI怎么搞的 都没有完全降下来 看起来通膨还很顽固嘛 但是你整个经济数据又非常的好 所以呢 造成说很多联准会官员出来跟你讲说 鹰派谈话 鹰派谈话 未来还是要升息 对吧 好那我之前有跟大家分析过了 从目前的利率水准 到联准会的终点目标来看 我就跟他讲啊 大概这样就只剩下三码而已 只剩下三码啦 所以呢这个三码呢 我跟他讲过啊 如果三月份啊 他直接升两码 那是天大的好消息 为什么 升息就是要结束啦 就算你一码一码身 今年上半年也是要结束啊 是吧 所以你会发现到啊 嗯 股市走自己的 你再怎么鹰派 他还是走自己的 是吧 所以呢 这个盘到这个时间点 我还是建议各位啦 要懂得去抓股票 因为这种是区间盘 这种区间盘 当然啦 还是有人看空啦 不过你逃不到便宜啦 为什么 到现在为止空单一路在创新低嘛 你不要跟我说你空单大赚 怎么赚 反正空单都被捕回补了嘛 而且最近这个盘是 你会发现啊 从1月31号开始啊 这个融资就开始慢慢 缓慢增加嘛 对不对 可见呢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啊 这个盘就是在嘎空手 嘎空单啦 到现在为止还在继续嘎啦 虽然继续嘎 可是你会发现都没有爆量喔 所以呢 量缩走震荡很合理 但是呢 这个盘它是属于比较偏 强势整理的状况 好所以重点要放在哪里 放在个股 好那现在大家会比较有疑问啦 盘虽然是没有跌啊 可是涨不多 跌也跌不多 因为已经涨一段了嘛 可是现在的个股 要怎么去做 好各位我们来仔细看啦 现在个股要怎么做 这才是关键 我们今天把重心放在这个地方 你在最近看我的节目 我给大家强调一个观念 我跟他说这里你要去抓轮动 你要去抓轮动 轮动很重要喔 抓得到你就一直赢喔 是那什么叫轮动 好这个观念不是说 什么叫轮动 不是说涨上去了 哇我可不可以追 然后拼命去追高 同意喔 这是成本上面的一个观念 什么叫成本观念 你看啦 每次个股或指数在低档的时候 你都不会买嘛 等到涨上去之后呢 你拼命追嘛 所以你的成本都在高点 但是法人的操作方式呢 低档他会开始先接啊 对不对 涨上去就算缩线震荡 你成本够低 你也不会赔到钱嘛 所以轮动的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 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做教 对吧 什么叫做教 为什么我说这地方要做教 好你注意看 你从最近的盘 你还走区间 其实有些个股 我说涨上去 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不要追了啦 涨上去就给它啦 因为很多股票 它开始慢慢的 它会高档震荡 什么叫高档震荡 你注意看 指数也没什么跌啊 强势整理啊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有些个股涨上来 已经开始走区间 你看 有些个股涨上来 你去追 追到现在为止 你就一直在等解套啊 有没有 你看啊 涨上来你去追 到现在为止 你就一直在等解套啊 你看啊 比方说比较大型一点 日月光投控也是这样嘛 那当然啊 台积电也是这样啊 你后面去追的 当然到现在为止 你再等解套啊 这一类型的个股 其实慢慢 你都会发现到 其实很多股票都已经开始出来了 都是高档震荡 对不对 都是开始高档震荡 你看喔 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子啊 它开始高档震荡啊 好 可是重点来了 你认为说 那要怎么做教 做教的重点在哪里 我是不是跟他讲抓轮动 对不对 好 轮动在哪里 我们直接来看嘛 你看喔 今天的盘 最低跌54点 现在几乎来到平盘了 同样今天撑盘的重点在哪里 台积电没长啊 巴菲特 一卖台积电股票之后呢 他就陷入休息嘛 没有长啊 联电呢 今天还算好了 稍微小涨个一毛而已啊 谁撑盘 你现在回头来看 谁撑盘 旁硬股 有没有 好 那我问你了 这几天我在跟各位讲轮动的时候 我跟他说 接下轮动方向在哪里 朋友 我跟他讲 我在跟你讲的东西啊 其实全市场都没有人讲 很多人都是要看到长 才知道这个会长 我必须跟你说啦 虽然大家都是坐在电视上面 去跟你去做解盘的啦 但是很多东西是有分等级的 什么意思 假日的时候你会出去玩啊 你去看那个饭店就知道 有五星三星还有一班的饭店啊 你去吃饭也是一样啊 搞不好米其林餐厅还有分等级的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这波的走势里面 我们一直跟他讲 你要去抓市场轮动 就是尽量把你成本压低 当他一涨上去全都你的 那到底今天航运股涨最多吗 我问你啊 这段期间里面 全市场所有老师里面 谁跟你讲说这个会动 我们直接来看嘛 我今天也不要花那个时间去减VCR了 所以我所有在节目里面跟你讲的东西啊 我都会写在这个Lite Edge里面 所以我常跟大家讲啊 如果你今天没有时间看我们节目 或你要上班 你要忙 那都没有关系啊 Lite Edge你加入就知道了嘛 能不能帮得到你 我们来仔细看啊 你注意看哦 这是2月13号 我说航运股要开始留意 对不对 好 再仔细看 2月15号 那时候我说什么 台北股这样走区间的嘛 那台股谁挣牌 这里航运股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之前它是比较偏弱的嘛 我说这里弱势股不可以续跌才能够撑住台股 而且航运股它还有人气的概念 航运股可注意最近的走势 有没有 好 你再仔细来看 2月20号 航运股里面呢 那时候呢 航空股先动嘛 我那时候先买华航嘛 对不对 好 华航创新高嘛 但是我说接下来要注意什么 海韵股 有没有 好 你再现在回头来看 今天21号嘛 对不对 好 早上的时空呢 我们先看时间好 我们先看日期好了 这是2月21号 9点41分 有没有 你看我都蛮早告诉你了 我也不会说等到早上来之后 我再来告诉你 我今天希望说你今天看我的节目 你能够赚得到钱 当然你加入我们这个Line App 就是大家都好友嘛 我也希望你能够赚得到钱 所以我今天怎么跟你说 我说以长荣 阳明为例 2月13号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就提醒各位 长荣 阳明在2月13号的位置 是有机会 是当初10月份 台积电连电的低点区 我说长荣 阳明近日 区间可能盘 离月线只差一点点 如果站上月线底部就完成了 那当电子类股长多休息之后 接下来轮长 撑盘 海运股有机会 有没有 好 你再仔细看 9点41分嘛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啊 你看我现在是长荣 涨了半只哦 9点41分的时候这里发 发Line给你了嘛 你买不买我不知道啦 可能你还在怀疑嘛 9点41分的时候 阳明这地方也是跟你讲的嘛 你看现在是不是都涨上来 有没有 都涨上来 好 那各位怎么做 你注意看嘛 来到2月份的时候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有些涨多的股票你就不要追了啦 市场上几乎都是这样啦 涨的股票他都有啦 跌的股票就跟你说卖啦 我跟你讲这样的操作方式 你真的能够赚得到钱吗 怎么赚 你看嘛 那时候2月份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2月6号我跟他讲华航嘛 2月新主流啊 低价低位接低本益比 航运股里面我们今天做什么 航空股嘛 2月14号有低点叫你买嘛 结果呢 最近有没有让你看到创新高 你资金大一点 你可以买长荣嘛 你看 今天长荣没有长起来 买在这里啊 是不是开始动起来了 啊 有没有动起来 这里立场叫你买的嘛 对不对 现在已经开始站上约线了 好 资金小的做什么 做阳明 2月15号同样近日新加入的会员买阳明 607 6090你随便买 你一定买得到 是吧 低价买 有没有起来 有没有起来 你注意看嘛 你看他现在长荣 你看阳明 是不是都站上约线起来了 是不是 好 那各位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跟各位讲说 我觉得韓国有机会 那时候我跟他讲的理由在哪里 你想想看嘛 台积电连电都已经涨一大段 我说你后面要再继续撑盘 他还是有机会啦 可是后面的空间不会太大了啦 为什么 因为这些股票当初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 10月20号就跟他讲 台积电差不多止跌了嘛 连电我是在10月3号在节目一直跟你讲 你赶快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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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35到37块附近你很好买 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跌下来 这一段你到现在为止你赚4成 有没有 你大赚4成 我说你后面你慢慢卖就好了 没错吧 但是你是试想嘛 这些股票前面已经涨4成了啦 你后面还要让他再多涨个2成3成 我跟他讲 那个机率真的不大啦 除非真的是大多头 搞不好这里是大多头 我说这个到时候再说啦 对不对 那时候我还跟各位讲啊 你会发现到啊 这波电子类鼓里面 轮动里面 你会发现到近期啊 2月份开始在涨什么 涨友达 在涨什么 在讲群创啊 是不是 那时候我会跟他讲啊 奇怪啦 友达群创去年都赔2块多啦 你长荣扬名就算说他的获利腰斩好了啦 他今天还有20几块耶 是获利的耶 那个赔2块多的股票你看 都能够一路往上勾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啊 这怎么会没有机会 是不是 这怎么会没有机会 所以你会发现到啊 这些股票有没有让你看到 第一档买完之后就上来了 你没有追高嘛 你是不是做教 第一档买完之后是不是就上来了 是不是 好 当然你现在还怀疑啦 到底他是不是能够真的涨 好了 怀疑不要买啦 拜托你不要买啦 我们会员买就好啦 那那会员买就好啦 反正第一档我们就先买嘛 接下来他涨多少 我们是赚多少 我的做法就是这样 不是说等到涨上来之后 我再叫你去买 你试想喔 当时我记得啊 当这些股票跌下来的时候 一堆老师在骂 你看你刚刚说 为什么去买航运股 你看哪在跌下来 就创新低啊 你赔钱啊 是不是 一堆老师在骂 其实我看到很多老师在讲 我满高兴啦 你就不要买啦 我会员就先买了啦 不要说等到涨上来的时候 你再有啦 所以你会发现啊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跟阿姐盘的目的 我是为了要赚钱 当你能够了解 这个盘他会怎么去走 你才会去思考说 到底后面什么股票有机会啊 你试想嘛 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盘他开始要上去了 所以那时候盘还没指稳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你讲连电 我叫你买连电 那时候我问你啊 谁叫你买连电 没有啊 都是涨上去跟你讲 你看这个连电 你看那个台积电 程度在这里 当这些股票你发现到啊 哇 连电我们第一档叫你买之扣 真的是赚啊 一大段啊 我没有让你赚小段的喔 真的是一大段嘛 四成多啦 你随便赚你再怎么样 你也是大家赚嘛 好 当这些股票 连电台积电 那时候我是买连电啦 连电 你看都有coaching 连电买完之后是不是上去 对不对 接下来要动什么东西 好 各位你再仔细看 十二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我说 主角在半导体跟IC设计 十二月份的时候我就是跟你讲 接下来是IC设计 对吧 那我问你啊 你去试想十二月份 去年十二月份全部在涨生计啊 涨那个一天两天 一天两天而已啊 大家都是涨停板 我说我一涨都没有 我就直接告诉你啊 就是IC设计啊 对不对 好 那各位 结果IC设计有没有让你看到 第一档买完都大赚了 你看嘛喔 这些股票 第一档买完 我们都高点卖了嘛 你看这些个股啊 第一档买完拉高 我都卖掉啦 第一档买完拉高 我也卖掉啦 是不是 像最近啊 昨天我们还卖 卖这档啊 我都有跟他讲嘛 这一支 我跟他讲经验嘛 对不对 这里第一档买完 拉高我也卖掉啦 卖掉了 有时候会让你看到 欸怎么搞的还有高点 我这两天就跟他说 有高点通通给你啦 我不要啦 我为什么去冒那个风险 在高档震荡的股票 是不是 如果我跟其他老师一样 哇还有高点 你看我赚多少 可是我跟你说我卖掉就是卖掉啊 我说我能够帮你挖掘潜力股在哪里啦 不是说等到涨上来我再来跟你讲 你想想看嘛 10月份我跟你讲连电的时候 谁会跟你说 12月份大家一直在追生计的时候 每天都有涨停板的时候 我说不对 这里要涨IC设计 谁会跟你讲 这几天IC设计我们陆陆续出掉啦 剩下一两档啊 这已经调差不多了啦 我把会员的资金移转到哪里 你看我移到这 移转到这里啊 你看这一堆大涨啦 对不对 后面我把资金移转到哪里 移转到这里啊 那我问你们 你问你 你会说老师他不一定真的能够涨上去啊 没关系我买低点嘛 我也不会输啊 他涨多少后面我们就赚多少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当我们讲完之后呢 后面看到那个股票涨起来 其他老师也开始在讲的时候 那都在帮我们抬教而已啊 你绕了一圈啊 你跟着其他老师来帮我们抬教 那你为什么不跟着一起做呢 你像我们的会员 买在低档 穩穩荡荡的做教 不是很好吗 哪有什么追高的疑问 怕这里追高啊 这到底可不可以买啊 怎么样很多东西 你要自己去去选择 就是你要有一个智慧去选择 我常跟大家讲说 我都会让你看抠讯嘛 对不对 为什么 你没有参加过头顾 如果你有参加过头顾 你应该知道啊 头顾老师是怎么叫你去买卖股票的 都是发抠讯给你啊 少数一些比较大 大一点的那个资金 我们可能就是几位啦 弄一个少数 我们可能会稍微专人通知啊 但那毕竟是少数啊 那你是试想嘛 一堆老师那个什么 每天拿那个标股之后呢 有没有让你看到抠讯 没有啊 你参加头顾 你是用抠讯来通知我去买卖 那为什么你在节目里面上面讲的股票 你都没有抠讯 这就是我跟他说的啊 你去参加嘛 我保证你一档都没有 因为你现在参加来参加去 都是参加同样的内容老师啊 所以你一直坏嘛 但是你今天跟着我们操作 我说我跟其他老师不一样地方是 我没有让你看到什么 看涨追涨看跌缩跌啊 我在帮你挖掘这个市场 潜力股到底在哪里啊 所以啊 当低档大家都在卖航运股的时候 我说机会来了 好你要不要试试看嘛 低档啊 这些股票今天都涨上来了 是不是 最起码你买在低档 你也不会输啊 所以呢如果说以这种盘式里面来看 整个市场它轮动速度是加快 但是呢我们要把那个主轴抓到 当然你可能会跟我讲说 老师我还是喜欢做电子 好各位如果说这个时间点喔 你喜欢做电子的 你非电子类股不可的 去年12月份我帮你抓了IC设计嘛 我说我也没有东点西点嘛 是不是 好IC设计我陆陆续续慢 接下来电子类股的轮动 我是借你啊 会开始慢慢放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IC设计之后啊 电子股下一个轮涨股 它会放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有些股票到这个时间 它还没有动啊 大盘已经涨一大段 它没有动啊 可它不是坏股票喔 它本益比只有7倍喔 那有些个股涨上去之后呢 这些本益比低 而且有基本面的电子类股 它比价的效应 它要开始 会开始启动喔 所以有些个股在那边走震荡的时候 我是借你啊 你低涨先买嘛 等它一突破它就开始上去了 所以呢电子类股还是主流 但问题是 它的轮动会开始落在 这个族群的方面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 整个盘面轮动它速度会比较快 可是有些电子类股涨多了 它接下来呢 就涨到这里来了 有没有 很多老师在骂嘛 你继续骂嘛 不要说涨上来你都有 反正你都是在帮我抬轿 所以你就去看嘛 这些市场老师 哪一个来帮我们抬轿 会非常的清楚 好不好 那我是接你喔 如果说这个时间点 因为指数涨3000点 那很多人没有跟上啊 那你没有跟上 你当然你就特别小心了 那你不要说每次都去追高追高 每次高点都有你的份 所以要抓轮动 当你抓得到轮动 你那个钱是赚不完的 好不好 那怎么做 一起来啦 后面的股票我也帮你准备好了 那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这个短期致富方案 这礼拜就截止喔 这礼拜就截止喔 所以想用一个优惠的方案 来让我帮你去把这个进度赶上来的 我建议你 赶快利用这个短期致富 本周截止的计划 好不好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回来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会员年前布局 年后大补财库 肖老师掌握轮动 累积财富 帮您赶进度 短期致富战案 名额有限 进行把握机会 舒服呈现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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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答同步 真心照顾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2781-0909 迅達頭部 真心照顧 那就進入路口時 少線車道讓多線車道先行 車道數相同 轉彎車讓執行車先行 兩邊都執行 左方車讓右方車就對了 好 歡迎來到現場 台北股市近期漲多之後 維持區間盤 在區間盤我跟他說 這裡不叫空頭 那雖然有228的假期 但是我認為還是強制整理 但是重點是走個股表現 好不好 那個股表現我還是建議各位 那漲多的股票不要亂追 因為開始有些股票會高檔震盪 那你要懂得去抓市場的輪動 所以近期我們跟各位講過 航運股差不多應該也要起來了 對不對 我們都在低檔跟各位講的 是不是都要起來了 對不對 好 應該都大概在動了 所以這地方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掌握 後面的輪動的方式 跟著一起來 好不好 短期致富方案 本週就截止了 趕快利用這個機會 打電話進來 我們明天見 拜拜 訂閱台股好事多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機在手 走到哪兒 看到哪兒 YouTube每週產業分析 專業分析師為您解析 掃描QRCO 訂閱台股好事多 讓您不再錯過精彩節目 會員會員 掌描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首數老字號的 投股公司之一 投股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蘊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 2781 0909 2781 0909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